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整张的敬拜专辑 一生敬拜弥赛亚 特别是在这一首同名的 如果是流行歌曲的话 我们都叫它主打歌 但因为它还是诗歌专辑 这首歌很特别 因为是它写的曲 但是找了别人来填词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到底这一首诗歌背后的故事 一生敬拜弥赛亚 有一次我写了一首曲子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是诗歌 然后写完之后呢 我没有动手写歌词 我就一直放着 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有一天我躺在沙发上面睡午觉 然后我做了个梦 我梦里面有一个人帮我写歌词 那个人叫做小马 你子军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小马 我写了一首歌 我梦到你 然后是你帮我写歌词 我就把歌传给他 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有想到 我会找他写歌词 他觉得对他来说 大哥你看得起我 其实不是 是神看得起他 然后圣灵带领我 是要感动 找他写这歌词 因为小马 他从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里面 能够回到这个神的次序里面 它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他说你像盼望 照进黑暗的深处 小马的过往 非常的黑暗 他说他度过的那段时间 他觉得是 这辈子都走不出来的黑暗 但是他走出来了 像一道光 拨开我凄凉的孤独 因为小马在做 世界第一等的时候 他是到世纪 很多偏僻的地方 去做访问 去吃很多人 不敢吃的东西 去访问很多人 都鲜少去访问的一些 风景也好 民族也好 现象也好 他离开了台湾之后 他觉得所有的朋友 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那时候 他心里面非常的孤独 然后他写到 从迷茫变清楚 展开翅膀 飞向着恩典路 所以他认识主之后 他从这个迷茫里面 他很清楚地看到了 然后给了他一双翅膀 飞向着神的恩典路 所以他说 这一生都要敬拜弥赛亚 我知道他写的是自己的故事 但是他把所有的荣耀 都给了他了 他把所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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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了他了 你轻轻的告诉我 不要再担忧 当我抬起头 你眼里的温柔 让我勇敢向前走 你陪在我左右 想盼望 走进黑暗的深处 像一道光 破开我凄凉的孤独 从迷茫变清楚 再开翅膀 飞向着恩典路 哦 主耶稣 你和灯的伟大 为了我们甘愿被钉上 十字架 哦 主耶稣 你的爱将我心融化 我愿用一生去敬拜 弥赛亚 弥赛亚 你轻轻轻的告诉我 你轻轻的告诉我 不要再担忧 当我抬起头 你眼里的温柔 让我勇敢向前走 你陪在我左右 你陪在我左右 像盼望 潮进黑暗的深处 像一道光 破开我凄凉的孤独 从迷茫变清楚 从迷茫变清楚 展开翅膀 飞向着恩典路 哦 主耶稣 你何能的伟大 为了我们甘愿被钉上 十字架 哦 主耶稣 你的爱将我心融化 我愿用一生 我愿用一生去敬拜 弥赛亚 哦 主耶稣 你何能的伟大 为了我们甘愿被钉上 十字架 哦 主耶稣 你的爱将我心融化 我愿用一生去敬拜 弥赛亚 我愿用一生去敬拜 弥赛亚 我愿用一生去敬拜 弥赛亚 你创出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 是要经过检查的 因为我们能够火热 很积极地去做一些诗歌 但是一不小心会很容易地偏离 你的心不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很空洞的音乐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能够帮我们随时纠正的一个机制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属灵的兄长 像我在2018年 我在101教会 我做了一张现场的敬拜诗歌 然后我的制作人许华强 他也是我属灵的长辈 然后中间还来了一位属灵的兄长 洪启元 那么他也加入这个团队里面 所以当我在创作这些诗歌 跟在演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 我要通过祷告 我要通过圣灵 我要通过属灵的兄长 来一直把我的那个position 那个位置要定在一个稳固的地方 我是经过这重重的保护 跟重重的教导 我才能够呈现出一声敬拜弥赛亚 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敬拜专辑 哇 真的有意思 其实找另外一个弟兄来填词 然后虽然也是他自己 蛮个人的一个经历 可是的确也感动了很多的人 哇 这种在诗歌创作里面 一起合作的感觉真的很好 OK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持续的锁定我们 一起来为主唱新歌 哦 主耶稣 祢的爱将我心融化 我愿用一生去敬拜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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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用不着 敬拜尔